大家好我是ZoneBone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1-60等的升級小小指南 這邊再次感謝我拓荒直播過程中有給予許多建議的玩家們 讓我的拓荒之路甘的不孤單 其實這個遊戲重點就是你要獻上你新鮮的甘 然後再花時間一直去刷副本 大概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因為60等之後是巔峰等級 本部影片只說明前面拓荒至60等的部分喔 首先我自己練到60等的時間 扣掉逛街瞎忙大概是20小時左右 快一點的玩家應該是可以在16小時以內搞定 那這邊來列一下3個非常簡易的練等重點 主線任務優先 卡等去解副本 有時間解懸賞 基本上就這3個沒了 因為主線任務你去解一解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等級的限制 這個限制完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解副本跟懸賞 首先先看我畫面左上角的部分 這邊有所謂的Battle Pace 中文版推出之後應該就是戰鬥通行證 只是因為這邊是用全英文玩的 所有的練等基本上跟這個通行證是有息相關的 因為像包含你去解寶石關卡 或者是你主線解一些東西 我們這邊都會提升相關的Battle Point 那麼這個Battle Point到解鎖之後 就會獲得大量的經驗值 好那來講一下我們刷副本的一些問題吧 刷副本的話基本上只建議刷骷髏王的關卡 為什麼 是因為骷髏王你把他打完的時候 你可以獲得15點相關的Battle Point 但是你打其他一些Boss 就是下面一些比較複雜的 有一些可能跟他是一樣都是15 但有一些可能稍微難一點 他可能加到20 但這個花的時間真的都非常長 然後加上有些玩家可能不懂那個王在哪裡 所以可能也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就你跟一般玩家是組隊 然後再來骷髏王他是非常比值的關卡 你就是一直退過去就好了 然後加上速度也非常快 那以我們場數的那個實驗來算的話 骷髏王的CP值是最高的 所以全部建議的話就是狂打骷髏王就對了 我們在推圖的過程中啊 刷骷髏王大概刷了6個小時 那這樣子的速度是非常快 所以你前面基本上你就是跟骷髏王跳舞 然後跳一跳你這樣就可以快到60等喔 那有個問題就來了 玩家們一定會想說 我自己假設我是50等 那如果我跟我朋友20等來玩的話 我的副本這樣子可以一起排嗎 答案是可以的 即便你們兩個是打同一隻怪 但是這隻怪物 根據你的那個等級不一樣 他的數據會有所微調喔 我們所有打的傷害都是依照你的那個數據微調之後的生命值%數來對敵人造成就是傷害計算的 所以跟你組隊的玩家他是20等 但是他其實也是有在輸出的 就這一點要特別說明一下 他跟過往其實像我們那個D3那樣子不太一樣 可能D3你的等級差距太大 那你的那個新手玩家可能一摸到 你就不見了 就是直接就死翹翹了 但是我們這一邊的那個永生不朽不會吼 如果你是那個4級20等的玩家 你碰到的同一隻怪 他的數據也會變得蠻親民的 所以這一點算是值得嘉許的 就是假設你的那個朋友們 他們真的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玩遊戲 那他有玩遊戲的情況下跟你一起排副本 那這樣子你們也可以一起刷齁 這一點我覺得算是蠻重要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目前那個戰鬥通行陣的部分 儘量還是玩酷了王去刷吧 然後接著來說一下是我們遊戲內懸賞的部分 我們懸賞啊這一邊一天的話 總共你是可以解8個懸賞的 然後再來你如果看到不喜歡的東西你也是可以把它刷新掉 特別要講的是我們這個懸賞他是可以提供大量的經驗跟金幣 金幣的話我們未來要強化裝備其實需要消耗掉不少的資源 然後在經驗的話這邊也給的是非常夠的 懸賞他的一個好處啊他是可以自動幫你去跑圖的 比方像我這邊我解一個懸賞的任務 那這個任務我點下去了之後他就是可以自動幫你傳到那個圖 然後可以自動幫你去尋怪 他雖然沒有辦法幫你打怪 但是他可以幫你去尋怪 所以你解懸賞其實非常的輕鬆 那我們一天最多的話就是解8個懸賞 各位玩家你還是要稍微去解一下會比較好 畢竟這個是美麗的任務那我們也會有所謂的任務寶箱 像我這邊啊你看我這邊如果有尋那個怪物的話有沒有他就會自動去尋路了 但是其實你自己其他要打怪的部分 是需要靠你自己個人的造化這一點要特別說明一下 你看地圖這邊的話他有亮燈嘛那等於我相關的這個怪物就有了 只是 你要自己手動的去打怪這個就是我們解懸賞的部分 那最後再來講一下是我的武僧就是打到60等人之後一定會有玩家們在說什麼技能的建議啊或者是要怎麼點 那首先這一個遊戲啊我自己武僧基本上他跟那個暴雪櫻霸的克拉欣是差不多的 就有很多玩家會覺得哇靠這不是克拉欣嗎 但是其實他還是有些變化啦不要直接講說他是克拉欣好嗎給點尊重 那我們這邊一開始武僧他的那個技能啊其實基本上就非常的炫炮 所以你那個有位移技然後又有範圍輸出然後加上可能又有護盾之類的 就算是比較全面啦 但其實我們最主要的相關的技能啊其實相關的是你身上的傳奇裝備 傳奇裝備還有影響到你特定技能的變化 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那如果你的那個技能他是沒有裝備的話他也會跟你講 那有裝備的技能的話他這邊就會有跟你講說他有產生一些變動 比方說像我們這個技能啊他原本是自身你會套盾嘛 但是你的那個技能有裝了這個傳奇裝備之後他變成是不會套盾了 反而是把盾的傷害給範圍內的敵人喔 所以其實技能的可塑性真的算是蠻大的 那未來的話也有很多不同搭配的方式 然後接著來說一下是我們裝備萃取的部分喔 裝備萃取這一邊的話他算是直接把你的傳奇裝備分解掉啦 但他這個好處是說比方你未來有獲得更高級的傳奇裝備 那就是有不錯的屬性嘛 但是那個傳奇裝備他的那個附加技能的那個連動的效果是不喜歡的 我們這邊就可以把已經萃取過的裝備 他的那個能力可以直接套在他身上喔 但這個注意一下喔他的部位是固定的喔 假設你是盔甲的話你就只能盔甲換盔甲那武器的話就是武器換武器這樣子 那武器的話可能有分主手副手之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獻上你新鮮的甘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慢慢的把他就是一個一個傳奇裝備給分解掉 就是分解掉記得啦這個是把他轉換掉啦 就是把他轉換成萃取掉 那之後你有其他的裝備你如果不喜歡的話就是那個能力真的很差 你就可以像我這樣子上面有個符號嘛代表我已經把那個裝備給萃取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取代喔 那取代完了之後他就會變成就是對應的能力 所以各位玩家未來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啊 可以發展很多就是你自己喜歡的玩法我覺得是OK的 就他未來其實有很強的可塑性 但是前面其實經驗值比較乾的問題啦 不確定大部分的玩家能不能就是摸到60等 因為畢竟60等是一個坎 但未來的那個玩法肯定是有很多元的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這邊一個小小的武僧玩家的那個拓荒1到60等的升級指南 但是前面講的很多像那個Battle Pace的東西 就是你要一直去刷古王然後來提升這個等級 我覺得這東西應該是沒有變的 反正你跟好友玩的時候啊他一樣是可以排的嘛 所以其實還OK啦 就我覺得這款遊戲以手遊跟PC連動來說 目前玩下來的體驗是好的 除了我們經驗值要稍微乾了點之外 像包含像一些連線的部分啊我覺得也都是蠻穩定的 就期待未來就是那個中文版之後的正式上線 相關的影片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之後留一些新的想法會做更新 我是PonBone,下部影片見掰掰